是什么呢,获取元素的第二种方法,是吧,通过这个tag name来获取啊 好,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我们在 如果是想一次获取多个元素的时候啊,多个相同的元素的时候怎么样呢 可以用这种方法啊,好 那么接着我们要讲的是关于这个,接着讲的是这个jarsquade的这个组成啊 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呢,那么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说一下了啊 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是有时候会问到啊,面试里面有时候会问到啊 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一下也有什么呢,比较明确的一个什么呢 对jars的一个认识吧啊,jarsquade的话它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有三块内容组成的啊,有三块内容组成啊 它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是吧,第一块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什么,jarsquade的这个语法啊 它叫什么呢,ekoma script,这个叫什么ekoma script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jarsquade里面的这些什么,变量啊,函数啊 然后循环语句的这个东西啊,这些语法 那么由什么呢,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编写的啊 ekoma script这个是属于什么,一个语法规范 然后的话我们jarsquade是按照这个语法规范来实现的 是吧,那么这个的话ekoma script就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这个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的话是什么 是由这个变量函数和什么循环语句,这些语法按照这个什么呢 按照这个规范来实现的一套这个这种语法,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是吧,第一部分啊 那么的话还有其他的语言也是按照这个ekoma script这个规范来编写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action script 那么是flash里面的那个语言,是吧 它也是按照这个规范来编写的,是吧 它是一个什么呢,语法规范 我们按照这个规范来定义我们的变量,定义函数,是吧 然后什么循环语句怎么写啊 好,这是第一块啊 第二块的话就是这个doom 这个doom,是吧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文档对象模型啊 它是干嘛呢,它是操作html和css的方法,是吧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的这些啊 我们学的这个document什么呢 getelementbyid,这个实际上就是文档对象模型,是吧 那么通过document上面的什么呢 这个getelementid这个方法,是吧 来什么呢,获取页面上的元素吧 这个就属于doom啊 或者是什么呢,通过这个elementbytuglem来获取元素啊 这个就属于doom啊 这是很特别的一块,是吧 那么其他元应该没有啊 就我们这些gss有啊 它可以什么,操作html和css,是吧 好,这是属于什么,文档对象模型啊 文档对象模型啊 好,那么这是第二块啊 第三块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boom,是吧 boom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浏览系对象模型啊 就是什么browser object mode,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document object mode 大概是这三个单子啊 好,大家记住这什么呢 记住这几个单子就行了啊 一个doom,一个boom,是吧 浏览系对象模型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操作浏览器的一些方法啊 什么叫操作浏览器的一些方法呢 我们用的这个什么呢,alert 比如说这里面写的这个alert啊 比如说alert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操作浏览器的一些方法 有没有,比如说 让这个浏览器什么 弹一个弹框出来 是吧 这实际上是操作浏览器的一些方法啊 比如说这个ds的话 有三大块组成 是吧 这个是语言 这个语言比较特殊的地方啊 好,比如说alert是什么 让浏览器弹一个弹框啊 我们后面还会学到其他的什么呢 这个boom里面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后面马上学到的什么呢 这个定时器啊 比如说这个定时器 定时器干嘛呢 就是让浏览器帮我们计时来做动画啊 比如说让浏览器帮我们计一个时间 干一些什么事情啊 那么这个计时的话是浏览器来帮我们计时的啊 比如说我多长时间怎么样呢 去做一件事情 多长时间再去做一件事情是吧 就通过这个定时器来做一些事情啊 这个定时器的话 当然也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的那个boom里面的是吧 属于这个boom里面啊 好 也属于这个boom里面啊 就是三块内容啊 所以说我们在写进行使头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在用三块内容在写是吧 比如说我第一个变量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个是吧 好 我什么操作文文档的时候什么 用的是这个是吧 我让这个弹一个弹框出来是用的这个 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说一下的话才有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三个都用上了是吧 好 这个时候说一下啊 三个三块都用上了 好 这是关于Jarscape的组成啊 那么有时候有问到这一块的话呢 大概可以这么说 一个是Eckermat Cube 是吧 然后一个是Doom 一个是Boom啊 大概这么说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Jarscape的组成 好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